今天好冷喔 对呀 但是我很喜欢冬天 因为冬天的时候 可以跟家人一起去滑雪 好羡慕喔 台湾只有高山地区 才会下雪 而且雪很少 所以没办法滑雪 只能赏雪 不过因为冬天太冷了 街上人很少 再加上天空也暗暗的 所以和秋天一样 给人孤独的感觉 好可惜喔 那么台湾的冬天 没有花可以赏吗 有啊 冬天的时候有梅花 我知道梅花 老师上课的时候有讲过 而且还提过寒碎三有 但是这是什么意思 三有指的是松树 竹子和梅花 之所以称它们寒碎三有 是因为松树 竹子和梅花 在这么冷的环境里 还能坚持的生长和开花 让人很敬佩 原来是这样 那么它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有呀 它们都有形容人的品德很高洁的意思 哦 那诗人也会用冬天来写诗吗 会呀 诗人常用松树 竹子 梅花 以及冬天来表达自己孤独的心情 以及高洁的品德 我觉得中国诗人写诗的时候 引用这些植物来表达自己心情的方式 不但很特别还很有意义 小桃 你等等要做什么呢 我要赶快回家帮我妈妈大扫除 大扫除是打扫的意思吗 对呀 每到快要过年的时候 人们就会开始打扫整个房子 然后准备迎接新的一年 这有除旧迎新的意思 我不太懂除旧迎新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把过去一年的厄运都扫走 然后迎接新的开始 要特别注意的是 大扫除必须在除夕夜前打扫完 要不然你的运气和财运都会被扫出去 很不吉利 哇 华人的习俗原来这么讲究 除夕夜那天还有更讲究的 还是你来我家一起过年 我可以再跟你说更多 关于过年的文化 好呀 好呀 比较大扫除了 生不容易 続vet tiếp theo mình sẽ giới thiệu đến các bạn một số mẫu câu trong bài này và mẫu câu đầu tiên của chúng ta là 漢 lởng tà tung jì mấy hoa sâng khai tà xì jì hoa mai nở rộn vào mùa đông giá rết 漢 lởng tà tung jì mấy hoa sâng khai tà xì jì hoa mai nở rộn vào mùa đông giá rết mẫu câu thứ 2 của chúng ta là 詩人 chẳng 引用 職物, lái xie詩 thì詩人 thường dẫn dụ hình ảnh cây cỏ thực vật 给拆强 师人经常说文字母 来写诗 副师通常说文字幕 的万物给拆强 节目的收听到的终法 各位ants观看,请终法拍摄 拜拜 在终法拍摄 优优统的终法拍摄